這間也是在昭竹 走過來真的是宛如鬼塵的感覺 一個人都沒有 這算是一個住宅吧 空五間 感覺這邊的情況比 我在大阪拍的一些上年街 還要再來得慘 真的是一整條 所有的店鋪都沒有開 但是在戰後 這個周遭就成為了尼琪市的一個黑市 所以它也成為 版神之間非常重要的一個物資集散地 怎麼都完全沒有人 店鋪也沒開 大家好我是馬之一 那我今天來到尼琪市 尼琪市它是位於賓戶縣東南部的一座城市 人口大約是45萬 過去在昭和時期 抱子差點飛走 過去在昭和時期 尼琪市它是以紡織工廠開業 之後慢慢發展成為一個工業都市 但是在尼琪市也有一個稱號 被稱作是賭博之城 因為在當中有非常多的 還有競艇場跟賽馬場 可以說是公營事業的賭場場所 一應俱全 我們現在就從 版神電車的尼琪站出來 然後沿著路走 看能不能走到一些商店街 或是比較有昭和年代的地方 尼琪市立 歷史博物館 還有尼琪城 大家有沒有來過尼琪玩 這邊人還蠻多的 就在車站周遭 前面就有一個商店街 尼琪中央商店街 一走進來馬上看到一間發青口的店 這當地這種 打小鋼桌的特別多 像在日本一般廢觀區 他的商店街面貌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個算是蠻繁盛的 旁邊有很多的店鋪 人流也非常多 水處都可以看到一些 版神戶的看板 像前面就掛著很大的一個 優勝祈願 這間店是在賣畫 一些賣畫的店 哇這好酷 它上面還有一個裝置 這個公仔會隨著商店街這樣移動 應該是他們商店街的幾小物 就右邊那個 好像一個是老虎 又好像一個 鯉魚的那種形狀 還有一些算蠻大的超市 賣一些水果 西瓜 這樣子西瓜 要646元 這是熊本產的哈密瓜 862 比較小客一點 日本水果還是比台灣 比較貴一點 但是也要看種類 其實這條商店街還蠻長的 現在走到這裡大概是一半吧 眼前望過去 還有一條一條 神戶 感覺因為走到後面的店鋪那樣貌 就沒有像剛開始 側站過來 很熱鬧的感覺 哇這邊有一間拉麵店 看起來很特別 我被它這個看板所吸引 好像是撲克牌上面那個圖案有沒有 人口45萬的城市 其實在日本並不算多 雖然尼奇過去是以工業製程發展起來的 但是同時它其實很靠近大阪的煤田 所以它也作為大阪的睡城發展 走到這邊 商店街就出現三岔口 我們先往前走 把前面那邊走完 所以通常如果我住在尼奇 或是在尼奇當地工作 還有選擇就是去大阪或是神戶 就這三個地方算是 居住在這個地方 周遭工作的一個生活圈 哇今天這風真的相當的大 原本想說風大戴個帽子 頭髮才不會亂 結果連帽子都會吹飛 走到這裡商店街就差不多逛完了 前面也是一個Pachinko的店 也在招人 這邊真的像這種賭博的場所非常的多 看到腳踏車一台一台 並排在這 就想到大阪的光景 呵呵呵 真的很特別 好像只有在關西一圈才會看到這樣的景色 我們走剛剛那個三岔口的左邊這一條來看看 前面有怎麼樣的一些商鋪 這一條空子的店鋪就比較多 旁邊一些貼卷門都關起來 還有一些等待租的 像是辦公室還是怎麼樣的店面 感覺氣氛跟剛剛那邊就不太一樣 這邊冷好像也比較少一點 日本像是走到一個非常繁盛繁榮的地區 但是大概在走5分鐘到10分鐘左右 到下一個地點很快延伸下來 就可能會看到像眼前這樣子比較蕭條 或是有些店面沒有開的景色 我最近去鳴谷屋的時候 好像也是到一個很繁榮的地方 結果過一個車站往前走 就發現好像越來越不妙 前面好像就沒有什麼太多的店 三和市場 這個市場就是今天我要帶大家來看的 在尼西有昭和風氣的一個地區 大家看我後面這個招牌 三和市場 因為我覺得好像從剛剛那位很繁華的地方 坐時光機一秒就穿梭回到過去的日本 其實這個三和市場也非常有歷史 它在日本的戰前是作為公社市場發展起來的 但是在戰後 這個周遭就成為了尼西市的一個黑市 所以它也成為版神之間 非常重要的一個物資集散地 歷史相當的悠久 這個光景 有一種孤獨感 而且我覺得很奇妙的是 你看這個市場 這樣子好像都沒有人 然後又很過去招惠年代對不對 大家有沒有聽到後面的音樂 放在這種很流行的歌曲 這邊是市場的出口也是入口吧 它就連接著旁邊的商店節目 三和本通三和市場 我們進去稍微仔細看一下 這邊有寫什麼樣的店鋪 剛剛好像沒有仔細看 這邊有個招牌寫 賣什麼380塊的樣子 這音樂到底是誰放的 喇叭就在那個地方 這家好像是賣一些面食 還有一個很感謝大家 每天來逛市場的看板 這種老市場在日本現在 其實也不多 因為很多都是因為建築老朽化的關係 就滿滿意義拆除 這家好像是賣燒鳥的店鋪 上面寫賣油豆腐 這邊是賣肉鋪的 旁邊這邊還有一個小巷 會通到哪裡 好像就是菜市場後面的一個巷子 這個三和市場 據說在過去也是曾經反勝一時 但是在1995年當時發生板神淡路大地震之後 這個曾經擁有54家店鋪的市場 它就迅速的衰退 店鋪的數量減少到只剩下12家 地震導致西宮市一系的地區 特別是五庫川以後的地方 房屋倒塌的損害非常的嚴重 而尼奇市也包括在內 對板神地區的經濟影響深遠 這邊的店鋪他們的一些供電設施 就是這種非常軟舊的感覺 大家應該有看過 可能是40年前50年前這種設施 像是這種柱子也非常有年代感 完全都已經生鏽剝落了 而且這邊還隱約可以看到之前有貼的 一個海報小小的一張 就跟著這個東西一起剝落 地上感覺垃圾也蠻多的一些煙地 這邊還有不知道誰擺放的一些廢棄物 一些電腦 還有像這種 像是酒吧的椅子 這個市場的天花板 它也是有一個像這種棚子折柱 這邊的話就是完全破掉 上面還吊著一個日光燈在那邊搖搖欲墜 這個整個範圍應該都是它市場的區塊 這裡的話還有一條蠻暗的 前面有幾間店鋪好像還在經營的樣子 哇這裡超暗 完全拍不出任何的東西 能看到前面有微微的光有沒有 好像在一個隧道裡面走的感覺 晚上如果一個人走在這 真的會有點可怕 到這邊完全天狼之扁 後面就是暗暗的一片 這裡就有幾間店鋪正在經營 好像有賣花的還有賣魚的店 現在差不多下午時間了 都收攤了 這邊有什麼樣的海報 山河市場 怪獸 市場走出來就比較明亮一點了 還有一個貓的頭像 但是旁邊的一些店鋪 也沒有開 還有一些是賣的物件 走出市場回到剛的商店界 感覺越走越後面越蕭條 就一間店都沒有開 實際看的話 這裡的店鋪有些是已經關門了 像是這間賣一些食品 後面這邊就寫說 已經關店了 關店的原因有很多 像是日本的一些商店界 這些店鋪 最大的原因就是 他們找不到繼承人 譬如說自己的兒女 他們可能就沒有打算說 要繼承自己爸爸媽媽的事業 這裡有個鈴有沒有 鈴都已經剝落下來了 這間好像以前是賣魚汁茶的 茶鋪 因為它外面有放 烘焙茶的一個機器 現在已經放在這裡面 能使用沉寂了 以前感覺上面是有一個店鋪吧 因為這裡也有一些店的名字 而且還有信用卡 可以刷信用卡 JCB 住郵卡 銀行卡 不過雖然是有點蕭條 但是依然還是有很多的店家 在這邊持續的努力著 真的不容易 如果是我的話 可能也不做 就搬到別的地方 但是總是會有 譬如說兩間到三間 可能是情懷還是怎麼樣 就留在這個地方 繼續服務之前的老顧客 在我身後還有一條商店街 叫做商店街 這條商店街也是全部都荒廢了 我們進去稍微看一下現在狀況是怎麼樣 感覺這邊的情況比我在大阪拍的一些商店街 還要再來的慘 真的是一整條 所有的店鋪都沒有開 有些店鋪明顯可以看得出來是 比較老舊一點的產業 譬如說像是一些和服店 或者是賣一些棉被榻榻米的 這種在日本的商店街蠻多的 哇全部都關起來 西窗五福店 怎麼都完全沒有人 店鋪也沒開 日本商店街 整個走過那個時代 之後這些也不知道會變成怎麼樣的一個地區 可能也只能吸引別人進駐 不然就是真的不行 整個商店街都要完全拆掉 這間也是在招租 走過來真的是宛如鬼城的感覺 一個人都沒有 這算是一個住宅吧 空物件 日本非常的大 所以年輕人他們畢業之後 通常都會想要到 譬如說大城市 地方去工作 住在哪裡 遠離自己的家鄉 那首選大家都是去東京嘛 大阪的話可能比較少 大阪的話除非你是從小就住宅關係 你有可能畢業之後你還想留在這個地方 所以像是尼奇斯這個地方的話 你說他未來會不會有大幅度的人口會移入 那個機率是比較低一點 所以伴隨著沒有新的人口移入 當地的一些市民也逐漁畫 或甚至過世了 所以人口逐漸的減少 地區的經濟也會慢慢變的蕭條 前面有一個紙張 他說不要讓自己狗狗的狗屎 就是直接搭在地上 然後不處理 這裡也有狗屎跟尿啊 怕就是說如果放在這裡不處理 商店街會整個惡臭 有一間看起來年代已久的咖啡店 鬥枝樹 這邊之前應該也是一個老店鋪 現在正在整修 五番街 旁邊好像是賣一些 婦人的衣服還有襪子的店 這一條是全部都沒有開 賣一些化妝品 終於走到比較繁榮的地區了 剛剛真的是後面跟前面完全天狼之別 這裡就明顯比較有人氣 走到後面真的人越來越少 大家在廣播 就是說這條商店街裡面 如果你要有騎自行車 就腳踏車的話 你必須要下車之後用牽的 不可以用騎的 怕是會撞到一些行人 這條的話就是完全以步行者為優先 但是剛剛還是依然會看到 有一些人可能直接騎過去 我想找一間烏龍麵吃 這個丼飯看起來也蠻好吃的 上天丼 這樣才一千塊 這麼便宜 吃飽了 好飽啊 760塊算是蠻便宜的 它就是一個天丼 我覺得甜不辣就是要吃現炸 剛剛那個炸蝦有夠脆的 為什麼我們剛走前面的商店街 跟後面這條商店街 兩邊的面貌還有活絡程度完全不同 那是因為其實這個後面的商店街 它是比較靠近另外一個車站 叫做初屋夫 初屋夫車站鄰近這些商店街的 北部有國道電鐵 南部在過去有很多的工廠 也有住宅區 所以在昭和20年到40年間 那邊居住著很多人 曾經這裡的商店街店鋪 都是繁盛意識 不只是室內的人會來這裡消費 據說連外線式的也會特別跑來這裡逛 所以我們剛剛逛的那一區比較蕭條沒落的 它過去就是因為有一些工廠 鄰近的一些工人 每天會有吃飯消費的需求 隨之慢慢發展出來 我現在走到這一站是 板神電鐵出屋夫站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其實從剛剛那個商店街走過來 還有一點距離 這旁邊也有一個商業大樓 叫做Liber 這個商業大樓 據說他們裡面的空店鋪的數量也是非常的多 它現在一樓的話 是有一個關係是吧 超商 然後二樓的話是商場 B1的話也是商場 但是B1基本上 十間裡面 有九間都沒有開了 好像只剩下一間還兩間吧 然後三樓的話 就是一些政府部門的辦公室 它是一個商場結合住宅的商辦大樓 看起來年代非常的久遠 因為它是1990年當時所蓋的 就是在日本泡沫經濟的衛生 所以尼奇這個地方 其實它當地也有一點比較衰退這種績效 這個是車站一出來的一個橫釘 明顯有三個招牌 目前還在招租當中 就這一條 可是平常有一些上班族經過的話 可以在這裡吃飯 這個商業車是也很特別 它就跟這個出烏夫車站呢 相連結 它的二樓也可以通道 我後面上面有個天橋有沒有 從車站一出來 走這個通道就可以連結這個商場 但是上面很多的店鋪呢 都選擇側出了 不知道是經營上有什麼樣的困難 原本我想要進去稍微拍一些畫面給大家看 但是我有問過那個裡面的管理員 他說裡面就不給別人攝影跟拍照 可能怕別的店家會有一些困擾還是怎麼樣 所以裡面我就沒有進去給大家拍 我稍微給大家看一下外面 這邊是車站的二樓 它爛槽非常的多 它就這樣子直接相連結到裡面的這個商業大樓 它下面好像還有一個停車場 但是它這裡的店鋪很慘 幾乎沒有一間是開的 這邊是外面 好像前面有一間咖啡廳吧 我記得 之前好像有來河谷 裡面的一樓跟二樓的店鋪狀態 就像這樣子 全部都是鐵捲門拉下來 這邊也是鐵捲門 很多店都沒有住 從這邊可以稍微看到 裡面都空蕩蕩了 連這個ATM 金庫、銀行也搬家了 閉鎖日 2023年3月31號 看得出來這棟大樓是有一點年代感的 所以如果是住在這裡之前的住戶的話 其實感覺也算是蠻方便的 就下去都可以買菜 然後想吃外食也可以倒閉完 不過現在隨著裡面的店鋪一間一間的測出 如果我是住在這裡的住戶的話 應該會很期待 看有沒有新的店可以進駐 哇這裡有一個 好韓國的飯店 燒肉人麵 衛樂園 感謝60年 是開了60年的一間飯店 今天尼奇這個地方也走了蠻多地區的 雖然沒有時間去尼奇城 下次再以一個歷史風格的主題 稍微介紹一下過去這裡 曾經的一些遺跡或者是一些古城 今天就是走一個昭和遺產風的系列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請打開 請打開 請打開